这破双可真沉 希望上面真的有宝贝 我们家这宝贝啊 可是从大伤流出到下来 十分正贵 自然要藏得隐秘一点 那你可把盒子打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 是苏打几的画像 但是长得 怎么这么像我 苏打几 我看看我看看 超丽哥哥 超丽哥哥 哇靠 这什么地方 怎么跑这来了 谁 美美 你怎么在这儿 尾巴 狗妖 这女人不是苏美女 她是苏打几 我靠 我这是穿越到商场了 大胆奴才 竟然敢私床寝宫 大胆奴 你听我说 这都是常误会 我不识犹疑的 竟然敢放肆 我杀了你 虽然我有电关 不然小命就在这里 赶紧跑 你还会法术 你这是什么法器 可真厉害 说 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这里人可是会法术的 就算我颠棍 我也打不过他们 如果不解释清楚 还是早晚都会死在这里 先想个办法混过去 九尾妖狐苏打几 你太鲁莽了 我是你带长辈家来帮你 竟然对我动手 你是来帮我的 不错 刚才若不是我有留守 那招掌心雷 早已将你打得灰飞烟灭 不知大仙明慧 在何处休息 明慧 编一个骗骗的 本先名叫赵丽 来自地球仙导 道号 科学仙人 地球仙导 不错 科学仙人 是达子才述学籍 还从未听闻过大仙的名号 大王驾到 大王来 赵丽先生 您可千万不要说错话了 好 您这事也太奇怪了 我帮您变化一套 我靠 太牛了 还能这样换衣服的 艾飞 我来看你了 大王 您来了 你是何人 怎么在艾飞的寝宫 大王 这位是赵丽上仙 是我特意请过来帮助您 小仙 赵丽 见过大王 原来是艾飞的帮手 不必多礼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顾和艾飞要歇息了 是 道友 请留步 哇靠 他就是神功豹吗 看过风声本的都知道 他一句道友请留步 不知道坑了多少人 我看道友面生的很 不知在哪出险山修行 我来自地球仙道 道号 科学大仙 地球仙道 不错 频道可从未听说过这地方 大王 这赵丽来路不明 不可轻信 大国师说的对 赵丽 你有什么本事亮出来看看 如果你这雕虫小技 不可要斩了你 我靠 赵丽王不愧是暴君 一言不合就要砍人 什么办法 有了 丑王最喜欢美女 我就给他看美女 大王请看 我这有一个法宝 名叫手机 可变幻美 美 太美了 多美啊 赵丽 就是 来人去什么 赵丽上仙果真是好本事 那是自然 我这法器 可遥遥领向于同行啊 不知大王可还满意 满意 如果赵丽人 能把法器中的美女 变出来 那就太好了 顾封你为大国师 我靠 手机里的画面 我怎么给你弄出来 你乱说 大王 可以是可以 只是做法需要时间 七七四十九日之后 我就能把这美人 给你变出来 四十九日太久了 姑可得不了 老王 这不过你雕虫小技吧 林道也会这 变化美女之术 而且 不需要四十九日 我去 这神功宝还真快变了 美 我看这赵丽也没什么真本事嘛 大王 说不定他是西州派来的奸细 不如我这就杀了他 赵丽 赶紧把美人从法器给我变出来 要不然 姑饶不了你 大王 赵丽圣仙是神奇特意请来帮助你 万不可杀他 娘娘 不可以 他求情 他会 走 这就叫他杀了 这就叫他杀了 大王 请慢 神神便会美人需要时间 可便会美食不需要 神功宝 请慢 让他变出来给姑看看 大王 请慢 此物 名叫辣条 乃是我地球仙岛的独有之美食 而且吃了之后 便可奄奄益胜 强身健体 辣条 还有这种仙岛 快 老姑尝尝 好 即便偶不变 符号看象限 31415926553和走 念的什么鬼东西 大王请看 此物就是辣条 请大王您品尝 这就是辣条 正是 这仙岛和法师中的一样 好吃 真是仙岛 姑从未吃过这种美食 爱飞 你也尝尝 全是科技于恨 我能不好吃 确实好吃 赵丽上仙变出的美食 果真是好吃 赵上仙还真有些本事 姑很开心 帮你为大国师 谢大王 大王 那我呢 神公报 你就委屈一下 当个小国师 辅助他 是大王 赶紧我们的国师之位 我一定要你死 来人啊 带赵上仙回寝宫休息 这大商朝的人都会法术 连美女都能变 指不定哪天 就给我变美了 不行不行 赶紧先把我回去 美美的短信 竟然还能接到短信 有救了 赵丽哥哥 你怎么突然消失了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你 电话也打不通 你如果能见到短信 跟我回的消息 赶紧给美美发消息 想办法帮我弄回去 怎么没信号 我靠 到底怎么回事 能接短信不能发 家人们谁懂啊 打紧娘娘驾到 打紧娘娘 你怎么来了 大国师 我其实有件事情想求你 苏大吉是干什么 难道是想要私诱我 娘娘 你自重啊 这件事情 如果要被那赵王知道了 咱们可是一个 脑袋搬家的一个大动作啊 国师您说什么呢 我是想跳舞给您看 原来是跳舞啊 我误会了 不过娘娘 你好端端的 给我跳舞干什么 是这样 神功暴变出来的女人 不仅会魅惑术 而且跳舞十分厉害 再这样下去 我担心我会失宠 大国师您先把高昌 我特意来向您求助 原来如此 那请娘娘展示舞蹈吧 如何 娘娘 不是我说 你这舞蹈 也太落后了吧 我可以教你一种舞蹈 绝对劲爆 一定能让大王满意 陈总 来 那太好了 你看这个 大国师 辛苦您了 您都出汗了 我给您擦擦 多大只不愧是九尾独妖 天生的魅惑 只是让人看了就激动 娘娘 我没事 就是有点腰疼 我休息两天就好了 大国师 我会点推拿术 这样您上床 我给您推拿 这 这不太好吧 大国师怎么还害羞了 您又不是外人 来吗 大国师 舒服吗 舒服 我靠 说大姐都不要干什么 我快把持不住了 算了 死就死吧 大国师 您这是做什么 娘娘 我 大国师 打几娘娘 大王下令 请您二人去参加晚宴 大国师 还不赶紧起来 要是去晚了 大王会不开心的 我靠 插带军阳城大醋 苏大姐的魅惑术太厉害了 以后要小心一点 今日 是我封赵力上千 为大国师的好日 给赵力国师接风洗尘 大家放开了 有大国师相复 真是我大胜的信使 我敬你一杯 请 久闻大国师神风莫测 就连神功报国师都略训您一筹 大国师 我也来敬你一杯 师敬 师敬 小仙没什么本事 只是九年医物教育学好了 略懂科学之道 请 小王 贫道不服 要与这赵力国师斗法 这个神功道 我阴魂不散 一直丢呢 斗法 你想比什么呀 贫道最擅长的是这 不死之术 今晚 就与赵力国师 比这不死术 只要是把头摘下来 存活的时间最长 谁便获胜 我靠 我哪会什么不死术 我把头割下来 铁定完蛋 这是要我的小命啊 不死术 大国师 你意下如何呀 我可不能跟他 想个办法 大王 这摘头之术 我自然是会 可这到时候 若是弄得这大殿之中 到处是血 怕打扰了大王您 不喝酒的饮气 其实我早已推算到 今夜深功报 要与我比拼几书 我也准备好了 斗法内容 不如我们换个 更有观赏性的比例 那法力竟然如此高深 还能推散到我的想法 你能猜到他要比什么 你说一说 斗舞 何为斗舞啊 大王 我知道您喜爱看美人跳舞 于是我便教了 打紧娘娘一曲 仙人跳的舞蹈 一来呢 可一与深功报 变出的美人一较高下 二来 能让大王您高兴 岂不一指两得呀 仙人跳的舞吗 估从未见过 好 赶快展示 算逃过一截 不用割脑袋 赵立国师 怕是没算到 平道变出的美人 可是天下第一的舞技 轮跳舞 谁也跳不过他 深功报啊 谁能赢 比过才知道 那好 平道先来 美 深功报国师好羡熟 赵立国师恐怕要输了 好 美 美美 好好 沈功报 你做得很好 美人 快快快 快来赔赔国 快 快快快 大王满意就好 老李国师 丑话可说在前面 你要是输了 可要把这国师之位 让出来 去那前线 当个大头兵 哪 让我提前线 当跑 小道是美 沈功报 话不要说的太满 若是你输了 你得给我跪下 从而你的仙术不如我 如何呀 好 一言为定 好 大王 稍后 我便用这仙气手机奏乐 打紧娘娘办舞 打紧娘娘 行 这法律有些厉害呀 是吗 这好呀 好 去去去 啊 啊 非特别 啊 啊 你这是 爱飞跳得真好 姑太喜欢了 快快上街来 好好 好美 好 太好了 大王 您看此次斗法 这结果是大国适应了 神功报 赶紧下跪 赵力尚先 我学术不精 法术远不如你 好 知道就 以后做人低调点 大王 我用法过度 需要回去休息 平道先退吧 继续 来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得嘞 赵力 今夜让我丢尽脸面 今晚我就要你死 祖上 您吩咐的事情 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已经派人通知了西州 他们今晚就会把赵力抓走 拿他祭祈 好啊 赵力落到江死亚手上 再高的法术 也得死 今晚 神功报 要跟我比哥脑袋 明天如果真上了战场 反正江死亚 那群新人比法术 不行 消息居然发出去了 明天会短信了 赵力哥哥 你别着急 我已经派人在查古籍了 找到让你回来的办法 会立刻通知你 yes 太好了 怎么又发不出去了 你的信号就是差 实好实坏的 谁 大国师 打紧娘娘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应该在陪赵王睡觉吗 我们胡族最是洁身自号了 医生只有一个伴侣 我怎么可能真陪那个暴君睡觉 其实 我每晚都是用魅惑术骗她睡着 让她在梦中欢愉 哇靠 苏打姐竟然还是个忠贞的好姑娘 这样真实了 那打紧娘娘为何要委身在赵王身边呢 是因为 三百年前 大商对我胡族有恩 我答应了组长 要帮她度过跟西州大战的难关 不对啊 您不是我家长辈找过来的吗 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日你家长辈交代的太急 我就没细问 原来是这样 差点露馅 还糊弄过去吧 那打紧娘娘今日来 所谓何事 上次的推难的术 不是没有施展完吗 这一次 我再施展一遍 苏打紧竟然送上门来给我按摩 不会是喜欢上我们吧 那就有劳娘娘了 叔父 娘娘这手法 一看就是练过 在洗浴中心 必须得是头盘 洗浴中心 是什么地方 洗浴中心啊 那就是 哇靠你什么玩意儿 爷爷可不是什么玩意儿 爷爷可是西州大战 青孙 赵丽 我受丞相之命 可来拿你 换先生 赵丽 青孙 你放开我 我们有点误会 误会什么 我早就看过你的画像了 你就是大商新国师赵丽 还想骗死 小小之辈 竟敢偷入王宫 真是找死 哟 苏打紧 没想到你也在这 我这次不但抓到了大商新国师 还能抓住赵王的妃子 真是大勾一剑 文笛叔 赵丽 丞相 大商国师赵丽 我一抓来 顺带还抓了苏打紧 吴京孙 你做得很好 既大功一剑 江子牙是吧 你给我解释 我确实是个好人 我之前看那视剧的时候 我可喜欢你了 妖人赵丽 死到临头了 还敢妖言获重 一出香之后 我就杀了你们两个妖人 寄我西州大袭 你听我解释 你赶紧放我出去 你别败费力气了 这个木龙是用先法加固的 但是打不开的 你就乖乖等着受死吧 江子牙竟然比赵王还残暴 我靠 电视剧都是骗人的 这牢笼太过牢固了 根本打不开 大国师我们要死在这了 人家无需担心 我再想想办法 梅梅 你可要赶紧找到法子 救我回去 都把刀磨快一点 日程快到了 杀了这两个妖人 梅梅 快快短信啊 梅梅 快快短信啊 梅梅 太好了 梅梅终于快短信了 这里梅梅 我找到办法帮你 虽然现在你还回不来 但我可以用电法 给你成功物品 也许能帮你误会 我们传送物品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大国师你想到爸爸了 梅梅 我刚才联系到了 我初心导到你 他可以给我们传送法器 我们有机会逃出去 大国师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此外掀起电锯 锋利无比 定能拒开这牢笼 这掀起电锯太多了 居然有如此不易 我们快走 走 来人哪 有人找你跑了 不行这人太多了 我们没有坐机 根本跑不掉的 人家放心 我早有准备 小爷我的坐机来了 大国师 最个奇怪的坐机 是什么呀 此乃秋冰山神车 来不及解释了 人家快上车 这跑得太快了 这木牢坚固无比 仙人也破不开 你妖人照例 是怎么逃跑的 回程下 那妖人照例 妖法高深 先是换出来一个 法器破坏了木牢 又换出来一个 很奇怪的坐机 我们实在是追不上 这法器真是厉害 老还是平生仅见 妖人照例 确实有些本事 丞相 我能抓他一次 就能抓他两次 我这就去追他 定能把他追回来 大国师 你这坐机好生厉害啊 此情此景啊 不由想让人迎施一手 秋明山上行人兮 常有车手较高低 如今车道依旧在 不见当年 老司机 好诗 大国师赢的一手好诗 这是哪几餐书学请 这老司机 是什么呀 娘娘啊 老司机 说的就是我 我这车技啊 还是稳的一批的 能带着咱们 安全的逃出去 原来大国师 就是老司机啊 这坐机好猛 我好喜欢 那不是好语 我坐机好猛 一想到这些 我心里怎么感觉怪怪的 这怎么来的 这怎么来的 你快走开 你坐上了 疼啊 大意了 我没有闪 娘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行 那你先在车上 上去看看 哎呀 哎呀 我这老妖 哎呀 哎 没事吧 年轻人 你不讲武德呀 来偷袭我这个老头子 这样好吗 这样不好 呦 在古代还能碰上碰瓷的呢 这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这就叫啊 出行不规范 新人两行累 以后冲儿 你再看车啊 捆先生 走 小样 还想捆我 小爷我早有准备 再给你拦两下 看我颠覆你 快走 再走 大国师 怎么样了 娘娘 没事 这个西州逆贼已经被我制服了 咱们把他捉了 带回去献给大王 嗯 启禀大王 有大国师的消息了 你赵丽那点三角猫的本事 肯定死在将司牙手上了 快说 他们消失一夜去哪了 丙大王 大国师带着打几娘娘 连夜赶往西州大营 升情了西州大将 五行孙 什么 大国师果然厉害 快 快请上殿 宣国师 大王 大国师 你真的升情了西州大将 先把他拖出去 斩了 大国师 快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禀大王 我昨夜发现 这土行孙夜袭王宫 沉变将军救济 去了一趟西州大营 刺探军情之余 还把这土行孙给捉了 大王 这赵丽在撒谎 我大商王宫有阵法保护 而且没有任何人用法术可以进来 你说这土行孙是如何进来的 你我看呢 就是你私通西州 故意哄骗大王 深公报 你少在这蛮族片寸 你说我私通西州 你有证据吗 深公报 少血口配人 大王 我可以为大国师作证 那不是 说的都是真的 都别吵了 不相信国师 国师 你又令了大功 赏赐黄金万两 珠宝一箱 谢 大王赏赐 大王 臣还有一事相求 你尽管说 恳请公的茅厕 有些不太干净 想找人打扫 臣看这深公报国师 法力高强 清扫茅厕 应该更是一绝 赵丽 你敢让我扫茅厕 你这是找死 深公报 你住口 你这就去给赵丽国师扫茅房 如果扫不干净 顾尾你试问 是大王 这都过去好几天了 明明那边 怎么一直没消息 你的短信 赵丽哥哥 我给你发了一张 玉佩的图片 我只需要找到 这块玉佩 就能传送回现代 嗯 这玉佩怎么看着 这么眼熟啊 这 这不是赵王的那块玉佩吗 我得想办法弄到手 道国师 道国师 出事了 道国请你即刻前往一石大殿 什么事啊 好 我这就过去 参见大王 气氛这么压抑 看来真是出大事了 太师尽见 大王 我们出兵西州失败 西州还抢了 我们十座称池啊 一群废物 我们十万精兵 西州区区三万 你们能打败仗 你们咱怎么打呢 大王别生气 可别气坏了身子 文忠 你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说不清楚 你也别活了 这王一言不合群杀人 这残酷 大王 这次兵败 文忠固然有错 但主要的问题 是有人泄露了军情 我们大上 出现了间隙 泄露军情 让姑抓到他 定然要将其处以炮落之行 请大王明察 大王 是赵丽没来之前 我大上从未把如此一事 定是这赵丽才 我靠 我就是来看戏的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 赵丽 是你吗 令大王 臣 并未做过此事 而且依臣之见 此事未必是奸细所 那不是奸细 是何人呢 臣听说 这西州有两个义人 分别叫千里眼和顺丰尔 这千里眼 能看见千里之外的景象 而顺丰尔 能听见千里之外的声音 或许 便是这两人 窃取了我大上的军情 赵丽国师这么一说 还真想起来了 每次出兵 确实有异象 每逢开战前 总是有两道皇光啊 在扫视我们军营 还经常刮起怪缝呢 那就不习惯了 肯定是千里眼和顺丰尔的作怪 原来如此 只顾错怪大国师了 大王 这深宫暴 三番五次的往我身上 破脏实 一尘之间 他才是真的屈心叵测 你 我 大国师说的对 深宫暴 什么也不是 还不快去 把茅层都打扫一遍 是大王 赵丽 你等这 我肯定叫你死 诸位爱卿 谁有办法能解决那两个西州的贼人 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大王心怒你 赵丽国师心法高超 可有办法 这是个好机会 如果我解决了千里眼和顺丰尔 我就能让赵王 预配审赐给我了 禀大王 臣确实有办法 大国师 有何办法 快快说来 大王不必细问 只要再次出兵西州 让臣与文太师一同前往 我等定能保证 海旋而归 就听大国师的 文州 古再相信你一回 赶紧去吧 你一定要夺回那十座城池 臣 灵命 美美 王你准备的东西 你准备好了吗 已经准备好了 赵丽哥哥 你要尽快想办法回来 我这边的传送大阵 法力即将耗尽 这次之后 就没办法再给你传送东西了 放心 我很快就能回去了 等这次仗打完 我得想办法回去 谁让你进来的 大国师 是我 打几娘娘 你怎么也跟来了 我担心大国师会出事 所以会坏了一句假身陪着我 跟来看看 娘娘有心了 大国师 我这几日不知道怎么了 一日见不到大国师 心中有点不安 我靠 苏打几姐是真的喜欢上我了 娘娘 你这怕不是相似病犯了吧 大国师 大国师 你喜不喜欢我 我们做一对神仙眷侣可好 娘娘 这 这不太好吧 那你是 嫌弃人家 长得不够漂亮 不是的 我只是 尸臣强东大仙 脸盲不至气美 我也不知道 谁漂亮 谁不漂亮 那你为何 不愿意跟我做对眷侣 娘娘 说实话 我有对象 你 请你自重 这有什么 哪个男人不是三七四七 多我一个又何妨 九尾要活的魅惑术 太厉害了 根本保持不住我 死就死吧 大国师 敌人来袭 温太师请你相助 靠 早不来晚不来 你们这个时候来 真是早兴 知道了 我这就去 温太师 大国师 您终于来了 您看远处 那道黄光 就是千里眼 来偷窥我军情了 无妨 且看我 豁他妖法 大国师 此乃何物 能破了对面的法术 温太师 这仙物 名叫激光守殿 凡人不可直视 否则 双目失明 看我的 那小小的法器 如此不起眼 真能有用的 大国师 你一定要成功啊 千里眼 怎么样 看到了什么 回程下 我看到了 大声的妖人赵丽 他正拿着一个古怪法器 千里眼 怎么了 丞相 我看不见了 我 我瞎了 来人 把千里眼将军扶下去 这赵丽究竟用了什么妖术 把千里眼都弄瞎了 丞相别急 让我来听一听 孙夫儿 也要当心 莫也动了 他坚韧的轨迹 丞相放心 那些把戏 对武服管要 光光消失了 大国师的法术 起效了 温太师 恐怕此时 这千里眼 竟从瞎眼了 哎呀 大国师 真是好手段啊 大国师 先法之高深 老夫 钦佩呀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啊 大国师 已经如此厉害了 在地球先导 还指派第三名 那第一和第二是谁呀 我就是说个顺口溜 你这么认真干嘛 自然是盘古和女娲 不然还有何人能与吴相提并论呢 真是没想到 大师 您跟盘古大神 和女娲娘娘 共同休息 文重 受教 坏了 这是妖风 一定是顺风尔 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小小顺风尔 我想破她的腰 刘如 信手拈来 老师 先气之多 老夫今晚 真是大开眼界呢 我就先气 专门克制她顺风尔 我们先别说话 来 我是午夜DJ 白说我的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 如果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你会爱我吗 怎么样 听到什么了 好奇怪呀 这大商举营中 放着古怪的曲子 如果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爱我吗 如果我是DJ 你会 你摇什么头 别管的摩依 那是迷惑你的 仔细听听 那么究竟 这商与什么诡计 是 长相 我用出全部法力 这是仙曲吗 如此好听 老夫 闻所未闻的 大姑是个仙法 太让你出乎意料 这根仙曲 恐怕只有盘古大神 和女娅娘娘才能听到 这叫DJ舞曲 在地球仙岛上 是仙人才能听到 你们都把耳朵捂上 调大音量了 如果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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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我的耳朵 怎么了 丞相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了 什么 我听不见了 这叫人照例 实在太厉害了 竟然把千丽眼和顺风耳的法权都剥了 不应 一定要想办法铲除他 来人 快去进下洞 请杨检上线出战 幽风停了 大国师的宪法真厉害 文大师 风停了 想来那顺风耳 现在已经废了 你 可以出兵了 大国师 真是宪法高深啊 这次若不是您想注意 此番难题 不知道如何解决呀 推朝好 老夫定为你 邀功 文大师客气了 你我从他为官 不是三位 大王效力 大国师 请您回营帐休息 明日一早 就会有人送您回王宫 老夫 这就去攻打西州大营 那就助文大师早日 凯旋而归 大国师 您帮了昼王 就是帮了我们青秋胡子 斯顿大安 打几莫尺男王 这倒是个好机会 让苏大吉 帮我美言几句 兴许就能拿到 昼王的玉佩了 不知 娘娘想如何报答我 大国师 是想要我以身相许吗 靠 可是不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可没让你以身相许啊 娘娘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大国师是觉得 我这身不够诱人 大国师 你看 我美了 大国师 那青啊 打几会好好报答你 大国师 打几从今以后 就是女的人 这苏大吉的魅惑术啊 太厉害了 是个正常男人 就躲不过去 大吉 你放心 我不是个渣男 我会负责的 渣男 那是什么 渣男 就是负心汉 大国师 怎么会是负心汉 打几相信 勾赢大国师 回朝 大王 大国师果然厉害 那么轻易就杀了那两个人 顾身实欣慰 解决两个小腿而已 不足味道 大王过誉了 国师先虚了 我听文仲说了 他连夜姑息了西州大本营 而江贼啊 那个逆贼 被打得落花而靠 我们丢失那十座城池 马上就要收回来了 这个赵丽 果然有些本质 想要拿下它 要再想办法 恭喜大王 收复城池 国师 你这次又立了一件大功 想要什么奖赏 几块说 大王 臣想要 你身上那块玉佩 这 机会来了 大板赵丽 真是狗胆包天 你可是这块玉佩 乃是大王先祖 留下来的质宝 这也是你能觊觎的 神公报说的是 这正是郭的祖传家宝 没想到这种玉佩 对于英兽如此重要 怕是不好弄到手了 赵丽 别以为你打了场胜仗 就能为所欲为 就煎了那么一点点 进去世丑而交 大王 这种人不可以赏 反而要罚 重罚 喝醉了大王 也得脱成皮 大王 陈谷之间玉佩 对您是如此重要 请大王息怒 大王 大国师里见奇功 忠心天地可敬 您切不会惩罚 让共产恒心啊 哎呗 你想多了 你看谷的话还没说完呢 我怎么舍得惩罚大国师呢 如果跟大国师说 让他换一件吧 这确实是伯特传家宝 不能传出去 靠 果然不肯给我 这还得想法子 既然这玉佩对大王 如此之重要 那陈 也不要奖赏了 大王 陈 先这深宫报嘴臭 请大王 赏深宫报 十个嘴巴子 你 这有意思 深宫报 还不听大国师的 赶紧惩罚自己 打 是 大王 说你 我与你事不良力 定然要你 大王 不好了 文中太师战死 我们的大军被困在木野战场了 什么 千里也和顺风二不是死了吗 文中怎么还会战死呢 大王 文中战死了 那怎么回事 完了 不会是千里也和顺风二考的跪吧 大王 你是赵立和孝子牙 你也怎么骗你的 害死了文太师 老李 是你吗 大王先别着急 先天天看军情 文太师是不是被千里也和顺风二害死的 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喂大王 千里也和顺风二已经死了 文太师是被一个怪人所杀 吓老子一跳 还以为是什么 什么怪人 那人长了三只眼睛 使用一柄三点两人刀 他的额头上第三只眼睛还会发出法术光束 他就是用第三只眼睛发射光束 在百仗开外就把文太师给打死了 你先下去 是大王 是什么怪物 还有三只眼睛 我从未听过 三只眼 三尖两刃刀 这不是杨检吗 我靠 杨检都出战了 我得赶紧拿到玉佩回去 别被杨检砍了 大王 陈建训说过 这三只眼明为杨检 在金霞洞修炼 法力极为高深 此人恐怕不好对付 陈光帽 估命你前去独战 好好收拾他们 别别别 大王 不可呀 平道法术恐怕杀不了那杨检 要不请大国师去吧 你这个废物 雇用你的时候 你一无是处 大国师 那雇只能指望你了 靠 神功报会不死之术 都打不过杨检 我哪行啊 赵立 你是不是怕了你 不敢了 大国师 该怎么办 你说句话呀 这倒是个好机会 我先答应赵王 把玉佩弄到什么 在手 大王 杨检这妖人 法力了得 平常法器 恐怕对付不了他 我得需要回一趟地球仙岛 再取一些法器来 好 赵国师 你快去快回啊 只是大王 这地球仙岛的法器 十分珍贵 需要好东西来换 恐怕需要大王的玉佩了 事到如今 国爷只能把这玉佩给你了 我只是希望大国师 早去早回 大王 臣一定速去速回 此次只是短期出差 一周之内 必定回国 大王 万万不可呀 我一周立拿着玉佩跑了 怎么办 你说是不是 神功报你闭嘴 不相信大国师的人品 来 终于拿到玉佩了 这就能回去了 去他们的阳间 老子回去以后 才不会再回来 周王省资的这些宝物 可都是价值连城 把他带回去卖了 我就屌丝翻身 变成高富帅了 大国师 你找我什么事 大姐 你来得正好 你与我一同回地球仙岛 回去之后 帮你吃香的喝辣的 大国师 你的意思是不回来了 是啊 在这鸟地方带着干净 要什么没什么 你跟我回去 我带你坐飞机遨游事件 吃杯全天下的美食 大国师 我不能走 大姐 你为什么不能走 大商对青秋湖族有恩 我答应了组长 一定要帮周王打赢这场战争 你若是怕杨姐 就自己走吧 我一定要与大商 共存我 大姐 你若不想走 你在这儿等我 等我带回仙气 我定会帮大商 打赢这场战争的 那大国师 你一定要尽快回来 嗯 好 放心 我会遵守诺言啊 嗯 我 我不是 打击相信你不会是扎门 我真的回来了 衣服也变了 衣服也变了 是我了 yes 都在 太好了 对了 给妹妹打个电话 喂妹妹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回来了 赵丽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太好了 我从商朝 带了很多古董回来 把这些古董一卖 我就能凑过向你提醒的礼金了 赵丽哥哥 已经晚了 我爷爷已经替我答应了沈家的婚事 今天晚上 我就要去参加订婚了 赵丽哥哥 你能回来 我就心满意足 妹妹 喂 妹妹 妹妹 我会让你嫁给别人的 你等着我 老板 小兄弟 你想买点什么 文文还是字画 老板 我不买东西 我卖东西 卖东西 什么是钱的东西 商朝的 让开 老板 你快看看 这可是清朝的好东西 你说不说 不是 我说你这人 不懂谁来货道 你这一看就是假货了 快别浪费文老板的时间了 我东西都还没拿出来 你就知道是假的 你一看就是个愣头青 商朝的古董 价值连城 能落到你手里 小兄弟啊 商朝的古董啊 确实很少见 你确实是被别人骗了 这样吧 我 你张张眼 告诉你 什么是假货 好 那就请老板帮我看看 我这颗珠子 他怎么个假货 这东西 做的挺真的 是 做的真有什么用 假的就是假的 哦 真的 真是商朝的琉璃珠啊 琉璃珠 近几十年来 只出现了一颗 真卖到了八千万啊 一颗八千万 你真的有商朝的东西啊 能否方便告知一下 这东西哪来的 你刚才不是还说 我这东西是假货吗 哎 小兄弟 真不好意思啊 你的生意啊 我不做了 来 拿着你的东西 别啊 文老板 这可是好东西 下次下次 你先走 哎呀 小兄弟 来 请坐 啊 遵性大名啊 这东西 打算怎么卖 免尊 赵丽 老板 刚才也说了 这一颗珠子 能拍卖八千万 我等不了拍卖 如果你能拿现金 给我的话 我也管你吃亏 七千万一颗 出给你 你也没定啊 嗯 我现在就给你转账 哎 老板 别急啊 不是小兄弟啊 你不会反悔吧 这价格可是你出的 老板 如果我告诉你说 像这样一颗珠子 我有时刻 啊 情人这么多啊 你真是我的贵人啊 我 我全收了 不过 你啊 集一现金 我再是拿不出来啊 这样 我先给你三个亿 这四个亿 今天晚上我凑齐了 亲手交到你手中 好 老板爽快 你言为定 你让吧 行 那我现在就给你转账 好 小空想 先打一下 哈哈 发达了 这三个亿 我想想什么就买什么 你买了跑车 这人没提起来 喂 赵立兄弟啊 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在哪啊 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我在太远酒店 你过来吧 别闹 听话啊 感谢 感谢诸位 来参加我苏家的宴会 今晚的宴会 就是为我孙女美美 和沈家沈大公子 审报的订婚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爷爷 不要嫁他 我要嫁给赵丽哥哥 你胡说什么呢 咱们苏家 资金链断链 不跟选家联姻 那什么渡过难关 今天不嫁也得嫁 我不想嫁给他 胡妹妹 别给你 不要你 说 今天晚上 就陪老子来睡 等着苏家破产 住手 啊 这 老 把你的包装给我摔开 赵丽哥哥 真的来了 放心 妹妹 不会让你嫁给这个人渣的 妹妹 你 你这是要气死我 赵丽 你这个穷小子 还敢来啊 就你这身上 连一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你怎么来跟老子叫吧 什么 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牛什么牛 苏家要了彩礼 我也有 就凭你 还要跟我来比有钱 我今天倒让你省省眼 看看 我准备的彩礼是什么 看看我准备的礼金 这是第一件 是辆奔驰车 就是送给美美开 这是第二件 是一张三千万银行卡 我知道苏家最近经营困难 特意拿来三千万 帮助苏家度过两个 这是第三件 是一个文丸 琉璃球 这琉璃球 是我托人从海外 烧给苏老爷子的 沈公子太豪横了 这些东西加一起 得有一个亿 这可真是大手笔啊 赵丽 这三件里面 最便宜的就是这辆奔驰车 你有吗 什么啊 奔驰车 我确实没有 我想它贫力 我开的是 限量版的宝石节 妹妹 这宝石节 你开吧 我 把上车的古董卖了 现在有钱了 赵丽 宝石节 你是不是从哪租来的 就算是这 你有三千万吗 三千万的卡 我也确实没有 不过我这里 好像有另外一张卡 这个卡里 三个亿 三个亿 赵丽 你真是吹油不打草 三个亿 你要是有三个亿 这符号法都没你啊 就算有三个亿 你有这三个亿又有什么用呢 你能买得了这文丸流离珠吗 流离珠 我看你那就是个玻璃球吧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东西 一串 来自商场的 南木手串 可以送给苏老爷子 弹着玩 商场什么串 你知道那玩 二十多少钱 是不是 从哪买这地摊货呀 苏老爷子 赶快把这穷鬼赶出去呀 出去吧 好热闹啊 你们在干什么 这不是景云市的首富吗 他怎么都来了 他肯定是看在 沈公子的面子上 来给沈公子请客的吧 是宋老板 不好意思啊 刚才这个穷小子在捣乱 我这就叫人 把他赶出去 啊 对 你小子 苏江 沈报 你们好大的狗胆啊 可侮辱我的贵宾 文宗怎么说赵丽是他的贵宾 这小子难道之前都是装的 他到底什么来头 文伯伯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赵丽就是穷鬼啊 你给我闭嘴 大客户 我谁给他送钱的 文老板的为人 虽然是再相信不过 文老板来了正好 我这里有一串商场的南木属串 当时有人说他是赝品 麻烦文老板帮我 品鉴一份 那是真的呀 真的 那文老板 你看 那张桌子上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有人告诉我说 他是琉璃球 玻璃球是假的呀 谁动的 神报 你真是漂亮 这个假的玻璃球 我给拿出来 神报 原来又是你 跟我小兄弟做对 神报 你还能夹着古董来骗人 你就让你们沈家破产 我再也不敢了 你就高纯归手 去 赵公子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就报告我了 滚 怪我 老眼都花 没人出走 今晚 那就是妹妹和赵副 和金火焰 好 妹妹 妹妹 医生 怎么样 妹妹到底怎么回事 苏小姐得了罕见的怪病 情绪大起大落 刺激了大脑 导致脑死了 恐怕 再也想不过来了 现在的医院没办法 不代表仙人没办法 只要我回到商场 找到仙药 肯定能救个妹妹 苏老爷子 你先别着急 我有办法救妹妹 你先干好妹妹 我过去跟着回来 好 我不见妹妹就全靠你了 你不及 快去 找利兄弟 文成老哥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老利兄弟 需要的东西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都在外面撤离 要不你去验验货 算了 不验了 文成老哥 我放心 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你看 我这喝点什么 不用了 我还正好点急事 先走了 下次再喝 下午见面 我请你吃饭吧 你是贵客 我请你 你做什么好意思 请 先走了 我一定会拿到血药 求你回来 大王 那逆贼杨简 已经带人打到了城门外 我们的军队恐怕要坚持不住了 一群废物 一个杨简都拦不住 你们干什么吃的 谁敢出城迎战 废物 都是废物 买城文武 一个迎战的都没有 我要把你们都杀了 大王 你先相信 那两本暂时 也攻不进城 再不有些事 等大国师回来 定然有办法 大国师什么时候能回来 大王 赵丽已经七日没回来了 恐怕已经回不来了 神功报 你不要诬陷大国师 大国师肯定会回来的 娘娘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赵丽求情 他要是想回来 恐怕早就回来了 你我看 不如大王直接下追杀令 追杀赵丽 杀了国师 谁杀杨简呢 大王放心 贫道去三仙岛 请了我师妹 云霄仙子来 定能斩杀杨简 云霄进殿 见过大王 你就是云霄仙子 你还是个美人 你都会什么仙法 鬼大王 我会迷魂阵法 只要设下阵法 就能让敌人魂飞魄散 对付那小小的杨洁 自然不在话下 好 你快快出去迎战阳简 快 还请大王下追杀令 追杀赵 神公帽 你看这 等等 谁送我连接脱逃了 大国师 你回来了 大国师 你真的回来了 你果然不会骗我的 赵丽 他怎么回来了 该死 他再玩无缘一天 就能借大王之手杀了他了 大王 我不辱使命 已经取来了 可以击杀逆贼阳简的先进 好 国师 那你快快出去迎战阳简 快 大王 我师妹也可以击杀那阳简 不必照例出手 还请大王 给我师妹一个机会 大王 我请求出战 大国师 你看这 神公帽就老小子 还想跟我抢弓 看我怎么治他 大王 不必为难 既然神公帽和云霄仙子都想出战 那不如我们一同前往 比试一番 如果是我失败了 再让云霄仙子出战 也不迟吗 好 你如果说了 就乖乖把大国师的位置 让给我来坐 神公帽啊 你就等着输吧 还请大王 一同前往 看我击杀 逆贼杨简 好 都听大国师的 随姑一同观战 这远处也看不清楚啊 这逆贼杨简在哪啊 不必担心 我有仙气望远镜 我助您开启千里眼 观看战况 这千里眼仙气好生厉害 姑看到逆贼杨简了 他好凶惨 一个人杀了十个 来人 把鸡匠给我带上来 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在我军帐前 还敢淫淫狂吠 饶死 在我天眼之下 没人能活 梁姐贤侄 好本事啊 有你助我 今日我们就能攻入 商朝王城 丞相 我这就带兵杀入大商王城 生情伤咒王 这个暴君 好好好 贤侄快去 不好 又一元大将被杀死 大国师 你赶紧出城 一定要杀了他 大王 想要斩杀怕杨简 还不信任何人来 何许我出城了 你不出城 你怎么杀他呢 少列 你若怕 就直说 我让我师妹 出手斩了他 师兄说得好 大王 我这就出城 去对战那杨简 你们都少说两句 大国师还没有施法 怎么就知道大国师不行 爱妃说得对 没有给大国师机会 我也想看看大国师怎么灭了杨简 来人呐 大王请看 有此仙器在手 非能在城头 斩杀了他杨简 这是何仙器 无从未见 此乃 仙器巴雷特狙击枪 让杨简能百杖之内 一击毙命 取敌手机 而我这仙器的射程 足足有五百杖 我真的成头 便能狙杀杨简 他甚至连我的眼 都看不到 这仙器这么厉害 能敌五个杨简 小丽 你就吹牛吧 贫道从来没有见过 这五百杖之外 斩杀敌人的仙器 既然是短浅 那你看好了 上咒啊 你的死骑到了 将军将军 谁 将军将军 用刺客 小爷风采不简当年 我还是把他捕住 大王 你和杨简 请扶住 好 给我看看 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杀了杨简 这么连人都看不到 严谨局就被杀了 定是那个生存大 我是脑里搞的鬼 你们先撤兵黄西起 我这就去 把你丢兵去 是 此次打败西州 退兵回西起 大国师功不可没 大国师要什么奖励 尽管说 又让我尽管开门 上次开门 你没答应吗 我要你就不给我了 就会化大名 大王 成为王朝效劳 不求回报 好一个不求回报 高风亮节 姑 甚是欣慰 大王 既然大国师不知道要什么 你不妨让他进宝库里面自己选一选 爱妃说的对 提爱妃的 大国师 紧箍的宝库 选三件宝卧 欣大王赏赐 大王 大国师赢了此次的比赌 你还要惩罚神功报 对 怎么惩罚神功报 听大国师安排 大王 依我之见 上次他挨了十八掌 可他不长记性 应该是打得太轻了 这次不如就赏他十大板子 好 把神功报跟我拖出去 打十个板子 我 怎么 还敢狡辩 你要再敢多说一个字 我就让大王再加十大板 好 把神功报赶紧给我拖出去 打十个 赵立 把将军生死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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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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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师兄 你没事吧 哎呀 没事 不愧 我这半条命都没了 赵立 我 一定杀了你 赵立这个人 确实欺人太甚 不过 他现如今是赵王眼前的红人 我看 还是不要跟他斗 不行 一定要报复他 借我心痛之恨 师妹 你得帮帮我呀 师兄 他法力高深 我怕斗不过他呀 无妨 师兄 我自以妙计 今天晚上 你就用你的迷魂大阵 悄悄地给斩杀掉 哎呦 这么多的宝贝 发达了 发达了 没劲拿回去 都是价值连城 对了 不知道这宝库里 有没有仙药 要先给妹妹找到仙药才行 大公师 你找什么呢 大姐 你来个正好 这赵王的宝库之中 可有什么仙药 仙药 大公师 你要这个做什么 你难道不会练这么做 呦 差点忘了 我现在还是科学大仙 我并不擅长练丹 之前我回地球仙导的时候 碰到一位有人 心患绝症 急需仙药虚命 所以才来问你 虚命的仙药 大公师如果想要的话 我还真知道些消息 什么消息 快说 黄文 有位上仙 曾赐给了周王三颗仙药 一颗他已经服下 还有两颗 他已经赏赐出去了 那两颗伤给谁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如果大公师想要的话 达姐可以去帮你问一下 达姐 那就都靠你了 你想办法问出仙药下 我就在这儿 等着你的好消息 等会儿达姐问出仙药所在 把这些化妆品送给他 他肯定高兴 我靠 这怎么回事 头好晕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使不上力气 有人要害我 雷霄仙子 张力 你已经中了我的迷魂大阵 就算你再有本事 也使不出来 你呀 就乖乖等死吧 我靠 这娘们怎么回事 我才跟她见过一面 就要杀了我 肯定是神功报告的鬼 是她要杀我 完蛋 要想活命 只能忽悠云霄了 且慢 云霄仙子 我知道你要来 我特意在此等你 你知道我要来 正是 我不但知道你要来 我还知道你是受了神功报的捕获 才来杀我的 那你都知道了 为何不跑 我之所以不跑 都是为了救你 即使你被神功报骗了 当你杀了我之后 他就会杀掉你 用绝后患 你胡说 师兄怎么可能杀我 你敢挑拨离剑 我一箭杀了你 当时这把剑 离我喉咙只有0.01公分 幸好我灵机一动 云霄仙子 你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其实 我是专门在这儿等你的 你看 桌上这是我 给你准备的礼物 这是何物 这叫化妆品 是地球仙岛新研制的仙物 用了之后就会让人容光焕发 漂亮一百倍 这世间还有这等情 果然上钩了 我就说这世上的女人 都逃不过化妆品的诱惑 那是自然 仙子如若不信 我可以教你使用 好我便信你一次 你如若敢骗我 我就杀了你 我怎么敢骗仙子呢 还请仙子 先解开阵法 仙子 我来为你化妆 好 云霄仙子 这化妆品的效果如何 你是不是变得更好看 张力 你这化妆品 果然神奇啊 我真的变得更好看了 仙子现在肯信我了 我可是真心实意 在这等着你 我早就算出 深宫包他不安好心 现在 可就赶紧回去惩罚了 这个深宫包 他竟然想害我 看我要他好看 张力 你这化妆品 我就收下了 大博士 我已经 林肖仙子 你怎么在这 你是来勾引大博士的 我勾引他 笑 我堂堂三肖仙子 用得着勾引他 朱达子 你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身体 你这个小的力气 竟然敢诬陷我 我看 你才是来勾引张力的 你骂我 今天我就教教你做人 我靠 这两年是真打起来 让旁人听到就完了 得赶紧阻止他们 等等等等 你们先别动手 听我说一句 其实这都是一场误会 如果我们打起来了 就中了深宫包的技了 好好从中余温得利 大博士你说的都是真的 大博士早就把真相告诉我 我相信大博士 我也相信大博士 云霄仙子 看在这化妆品的面子上 不如今日之事就此说吧 你先回去收复深宫包吧 好 我便给大博士一个面子 暂且不追究 告辞 大博士 为什么送他东西 难不成你喜欢那个云霄仙子 不是不是 你听我解释 云霄 其实是深宫包派来杀我的 不过还好 我曾预料到 这才聊此为止 深宫包要杀你 是啊 我现在已经没有答案了 刚才我说明他的化妆品 你肯定准备了一份 你肯定会喜欢的 大博士 刚才是我误会你了 对了 你刚才说 你已查到仙药之所在 仙药在哪儿 那两颗仙药被咒王赏给了江王后 大博士 如果你想要那两颗仙药的话 恐怕要去一趟王后宫了 江王后 自己之地 白正白色 我先去打探一下消息 神宫包 你给我出来 哎呀 师妹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那么生气啊 赵丽把真相都告诉我了 你居然利用了 赵丽是怎么知道的 哎呀 师妹 赵丽的话万万不可信的 你我可是同门师兄妹 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呢 你不用狡辩了 现在这就罚你当一个月的狗 师妹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不要这样 我不想当狗啊 你就好好地当狗 反省反省 等法力消散 你自然就变回来 见过大博士 免礼 我听是王后娘娘 与大王素来夫妻感情不睦 特来问问原因 大博士 这不和规矩 王后娘娘的生活 除了大王 旁人不能顾问 放肆 我是大博士 后来问娘娘 还有解难 有什么不能问的 大博士 我真不能说 你若真要问 还是亲自去问王后娘娘吧 如果能去问江王后 还问你干什么 难办 你看 这是我们地球仙岛 独有之特色美食 名叫巧克力 吃了之后 不仅香甜可口 更能严年益寿 永宝青春 你若肯告诉我的话 我就把它赏赐给你 真的 不信 你就尝尝嘛 嗯 好甜啊 我从未吃过 如此好吃的东西 好了 东西你也吃了 快告诉我原因 好吧 我说出来 大博士 千万不要说出去 王后娘娘的身材 一直不好 所以大王就不太愿意来 所以才有了外面 大王和娘娘不和睦的传言 原来是这里啊 身材左样 这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只要帮江王后解决问题 就能把鲜鱼弄到手了 王后娘娘 大博士求见 赵丽 她来做什么 回娘娘 大博士说 是来为您排油解难的 我听说 这个赵丽诡计多端 我倒要看看 她到底来干什么 宣赵丽 是 娘娘 小仙 见过王后娘娘 你就是赵丽 听说 你本事不小 还帮苏打几 魅惑大王 可有此事 江王后说话这么重 看来我帮助打几的事情 得罪她了 娘娘 大王之命 小仙不敢不从啊 你帮了苏打几 自然就是本宫的敌人 本宫没去找你 你当自己送上门 来人 先赏她十大板 娘娘请慢 这老娘妈还真是狠 但是为先用 还真是先人愈 娘娘 我这次前来 乃是特意为您 还有解难的 你还想狡辩 来人 把她拿下 娘娘 我有办法 消除您的大洞男 恢复性财 到时候 大王定然会 重新重庆您 等等 赵令 此话可当真 看来赌对了 没有女人不在意身子 那是自然 我有一套仙法 辅助以仙药 付出七日 便会帮您 重新恢复身子 什么办法 说来听听 娘娘请看 此物 名叫减肥茶 喝下去之后 便能帮助您 消除腹部脂肪 此乃我地球仙岛 独有之仙药 还有如此仙物 快给本宫来一杯 娘娘 稍安勿躁 这减肥茶 睡前饮用 效果最少 白天之时 便可用这仙气平板电脑 学习健身操 您看 我在这平板电脑中 因为您下好了 健身操的视频 还特意为您准备了 特制的健身衣物 果然是仙物 快给本宫乘上来 娘娘 若想要这两样仙品 自然可以 不过需要用 大王赏赐您的仙药来换 不知娘娘是否愿意啊 大王确实赏赐 给本宫两颗仙药 本宫已经服用过一颗 另外一颗 确实没什么用 你可以给你 不过 你要保证 你的减肥茶和健身操 必须是有效的 本宫才可以将仙药 要给你 好 一言为定 七日过后 我们自荐分享 好 希望 是 rael 柳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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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感觉如何呀 不行了 吐不掉了 太累了 娘娘不如 小心帮您放松一下肌肉 娘娘 舒服吗 大王驾到 娘娘 大王来的 快些 拜见大王 姑听闻国师最近经常来王后醒宫 特意过来看看 你们两个怎么气喘吁吁的 你们在干嘛 莫非有奸情 大王 您误会我们吧 大王 小仙只是在帮王后娘娘减肥 您看 王后娘娘的肚腩已经没有了 王后真是条条了 这么一看 也是个美人 多谢大王夸子 不是做得好 赏 大王 臣妾想将您赐予我的仙药 赏给大国师 您看如何 怎么不好 上 这就是仙药 还会发光 一看就管用 肯定能治好美美 既然拿到了仙药 我得想办法先回去一趟 启禀大王 大事不好了 西州又派来一个艺人 来到王之麦叫阵 我们派了三千金锐 都被那艺人打死了 什么 西州还敢来犯 狗胆包天 博士 随过出宫去看看 我靠 早不来晚不来 这时候来 准备向您找我过去看看 可深公报怎么没来 他去哪儿了 深公报我会被云霄仙子给杀了 杀了更好 帅的麻烦 启禀大王 深公报招惹了我 被我变成了一条狗 现在应该正在攻卦 跟野狗敲使劲 哇靠 云霄还真有本事 竟然把深公报变成了狗 云霄仙子好本事 我佩服 深公报本来也是个没用的东西 变成狗就罢了 云霄仙子 以后你就是小国师了 谢大王 这个西西妖人怎么那么厉害 能以一敌三千 齐兵大王 那西州一人用一把长枪 会吞火 跑台很快 我们确实地倒不住 哦 过来看看 哪吒 你终于来了 大上的兵将 你就那点本事 他们都是废物 我这就杀进王腾 升起了上舟王 那个暴君 好 我靠 这不是哪吒吗 还有风火轮和火箭枪 放火就能烧死一大片 还跑得飞快 可不好搞 这帮妖人这么厉害 谁能出城迎战 大王 我愿前去 好 云霄仙子 等你凯旋而归 鼓重重赏你 谢大王 不好 看这情况 云霄仙子要战败啊 我看这云霄也没什么本事 很快就败下阵来了 哎呀 爱谁说对了 云霄仙子被打败了 欺兵大王 那妖人 哪吒的妖法太过厉害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先用冥魂大阵 震重此妖人 但是这大阵 只能够持续三日 大王还得另想办法 这可如何治好啊 大国师 你快用你那霸雷特 给我杀了他 大王 恐怕不行 哪吒的速度太快 狙击枪打不中 那我们战败了 他又来杀了姑啊 大王别急 大国师 一定还有玩意 这能吒确实不好对 但你们这没办法 等我回去弄点现代客气 对不起他 大王 我这就回一趟地球仙岛 学一些能制服这能证的法器来 大国师 你一定要快去快回啊 大王放心 三天之内 我一定会回来 回去之前 先把这些宝贝装好 也能来个好价钱 波罗蜜 波罗蜜 苏老爷 你去给苏小姐准备后事吧 苏小姐不行了 怎么会这样 刚才还好好的 你快救救她 想想办法呀 苏老爷 您别激动 苏小姐已经死了 我们又不列回天了 妹妹 我来了 小丽 赶紧救救妹妹吧 我有药 能救过妹妹 反过来了 苏小姐好像反过来了 这是什么药 竟然能起死为生 可是她怎么还不行了 赵丽 可是妹妹怎么还是醒不过来 我都用了鲜药 妹妹怎么还醒不过来 苏小姐现在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依旧是植物人状态 能不能醒过来 恐怕你看命了 那赵丽找来的药 都治不好美美吗 也许是哪里出了点问题 苏老爷子你别着急 我再想办法 好 看来还要先弄清楚 妹妹到底为什么醒 文忠老哥 张丽兄弟啊 这次又带了什么宝贝啊 来 坐 老哥 你看看 我这次带了两件宝贝 都是商场 您帮我长长眼 叶明珠 商王剑 是 都是好东西啊 这颗叶明珠 就价值十个亿啊 十个亿 再加上这商王剑 可是太珍贵了 这可是物价啊 我恐怕是收不起啊 这颗叶明珠 就价值十亿 那另外一件 不得卖个三四十亿 还能有文忠老哥 收不起的东西 很贵啊 那我这商王剑 还得另找买家了 赵丽兄弟 你等我说完吗 这叶明珠我收了 我现在就给你打款 这商王剑 这么贵重 我也收不起 我给你介绍个买家如何 也好 那就有了文忠老哥了 那我发个消息 让买家直接过来 哎 十个亿到手了 哈哈 这些钱 三辈子都花不完啊 赵丽兄弟啊 你会人家来了 你可不要乱说话 他可不是一般人啊 哦 这个人 怎么个不一般法 他们家很神秘 听说 他们都会法术 都是事外高人 会法术 难道现在这个时代 还有仙人 文老板 谢谢 云小姐来了 来 快请 云霄仙子 我靠 他怎么也在这里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这位是云家大小姐 云瑶小姐 云瑶 那他不是云霄 但他也姓云 可能跟云霄有什么关系 这位是我的小兄弟 赵 赵丽 我知道 我靠 这娘们怎么会认识我 难不成他真的是云霄仙子 云瑶小姐 我会认识我 最近 景云市出现的 十几颗商朝琉璃珠 不都是出自你手吗 现在 你赵丽的大名 在景云市 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原来是这样 既然 云小姐 知道我赵丽兄 那就太好办了 云小姐 天价宝贝 你来看看 能不能收 好 我看看 青铜宝剑 这可是半件仙剑 没想到 赵丽还能弄来 这好东西 在这个世代 已经十分少见了 我必须拿下 这可是好东西 你开个价 云小姐 一口价 五十亿 不还价 五十亿 赵先生 您会不会有点 太狮子大开 云小姐 你也应该看得出 我的商王剑 十分珍贵 是有恃无价的好东西 非自然要贵 五十亿 我们云家暂时拿不出来 最多给你三十亿 不过我知道一件事 你的未婚妻 现在病重在床 无药可 如果你敢把东西卖给我 我可以告诉你 就指他的方法 什么 那就不没名字 你大概也听说过了 我云家修行秘法 对于寻常医学 不能解决的事情 我云家倒是真有办法 好 这商王剑 一口价 三十个亿卖给你 锦云小姐随我 去医院看我的未婚妻 好 你来干什么 苏家 苏家敢得罪我 今天就让你们苏家 在锦云市彻底消失 什么 你老大的狗蛋 让我孙女去回来 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全家 赵丽 他算什么东西 如果是有文中帮忙 就真的以为能在锦云市横行了 告诉你 我们今天请来了云家的高手 赵丽真敢来 我就让他死在这里 云家高手 难道是锦云市真正的霸主 传说中的云家 你还算有点坚持 苏家 别说我不想与苏家活路 只要交出你孙女 还有苏家全部家家 我就饶了你一条狗命 家长 我可以全部交给你们 再求求你们 帮过我孙女 孙女重病在房 昏迷的东西 昏迷了岂不是更好 什么 忘了你得给我打呢 大小姐 云生 你居然敢在外面为非作歹你 不知道云大小姐大家光临 有失原因 你做什么东西 竟敢蛊惑我云家人为非作歹 云生 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把他们赶出去 是 我误会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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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赶紧 我一起治病 赵丽 我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美美是丢失了魂魄 丢失魂魄 那该怎么去找 是这样的 苏美美 其实是苏八姐的转世 她天生就少了一魂一魄 你必须前往大商 把她丢失的魂魄找回来 她怎么知道 我能穿越到商场 前往大商 我怎么去 那就不归我管了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反正办法我已经告诉你了 该怎么办 就看你自己了 你等等 你跟云霄仙子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跟她的关系 你事后自然会知道 哦对了 云霄仙子让我转告你 那套化妆品她很喜欢 化妆品 她连我送云霄仙子 化妆品的事情都知道 她到底是谁 算了 不过这么多 理想最重要的 是回到大商 把苏大姐的魂魄带回来 这魂魅魅 我当时在回去之前 我还是要不去准备 喂 魂霄仙老哥 我还需要一些东西 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下 赵丽兄弟 你让我买这些东西 花了三个亿呢 你又想干什么呀 魂柔仙老哥 不过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 是为了帮商周王打仗 你信吗 兄弟 你说笑了吧 要是不想说 老哥就不问了 你先忙着 我都有事再来找我 行 好的老哥 这次准备冲锁 定能帮打击 这国事出去三天了 云霄仙子 你还能坚持多久啊 齐命大老 那大阵已经到了极限 怕是坚持不住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不好 那哪吒冲破阵法 我怕是 元宵仙子你怎么了 大王 元宵仙子受了重伤 恐怕短时间内无法苏醒 元宵仙子现在伤得这么重 哪吒又逃跑了 这如何是好啊 无论想什么办法 一定要拖到大阵市回来 大王 陈妾愿意替大王出战 拦住那些西州妖人 你一个女子 你能干什么 陈妾也有时曾学过些法术 说不定能拦住她 也只能这样了 叫人住手 大商真是无人口 原派女人来迎战 我哪吒从来不杀无银福呗 报上名来 青秋胡族 第三代弟子苏打几 原来是你这个小狐狸心 虽然你这个狐狸心 我哪吒还不放在眼里 雕虫小弟 给我扑 不好 这个法术太强 我抵挡不住 小狐狸 你就当真被我的三味真火 烧成渣吧 大姐 我来了 大博士 你终于回来了 大姐 我已经就回 对付妖人的真相法宝 你必败无遗 原来 你不是大商国师赵丽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居然能灭我的三味真火 没见过吧 给你长长见识 这叫灭火器 专门灭火用的 我这边装的都是干粉 能够隔绝燃烧用的氧气 别说是你的三味真 就是五味真火来了 你得给我鲜菜 鸿 氧气 你都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受死吧 烧我 你也可以跟我打 小狐 被这妖狐 被这妖人破了 我们怎么也都换用了 都告诉你了 甘粉能隔绝氧气 火焰里的氧气还怎么燃烧 我还不信 你该看我的了 我不甘心 小狸们 给我冲 杀 宋伙大征军死了 大家快跑 杀 大国师 太好了 我们赢了 缺缺一个小哪吒 对付他 还不是小菜一碟 大国师 多亏你回来了 不然我就危险了 大姐 放心 有我在 不让你受伤 大国师 我们还是先回宫吧 不要给人看见不好 你好 我们回宫 报 丞相 烽火大将军 你生仇过世 打死了 这 什么 连哪吒都斗不过那赵丽 那妖人 用妖法 克制了烽火大将军的法复 造出了一种 明媚技巧的武器 王们打得溃不成一句 我方四十惨重 伤亡已过大半 这妖人赵丽 太厉害了 我们斗不过他 事到如今 也只能向文王请命 暂且退兵 丞相不必退兵 你不叫我来助你 雷阵死 文王居然派你来助 你 真是太好了 丞相放心 由我助阵 保管我们大周 齐开得胜 恭迎大博师 拿起娘娘 凯旋回宫 大王 大博师 你可回来了 你再不回来 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艾菲 英勇可嘉 姑要赏赐你们 大王 这次我们能赢 多亏了大博师救援即使 大王赏赐大博师 陈妾就不变了 娘娘此言差异 若没有娘娘阻挡他妖人 我可不来晚的 请大王赏赐娘娘 你们两个都别神虚了 你们俩都该赏 你们两个都去孤的宝库里 挑选宝物吧 谢大王赏赐 谢大王 兵大王 这次由大博师 带来的机枪掀起 我军实力打败 应到乘胜追击 还请大王下令 乘胜追击 大博师 你看如何 回大王 乘胜追击 没问题 大王可以下令 让大军直击习旗 好 就听国师的 派见十万大军直击习旗 谁来带兵啊 大王 臣也出战 这么好的枪 其实 我可能再让赵立出风头 好 就你黄将军了 是 大王 这次可是多亏大博师 后续主将怎么能换人 这不是将功劳 拱手让人吗 本将军是看大博师 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 怕他打不赢这场仗 所以才特地请求战略 娘娘 你说这又没有 什么意思 你 前线那么危险 你想去送死 那刚好 小爷还不想去呢 娘娘不必多言 既然大王已经下令了 那便让黄将军去就好 大王 我们如果要乘胜追击的话 需要提前准备粮草 七日之后 便可动身出发了 七日 怎么需要那么久 战场形势顺息万变 多一日 便多一分变故 不能快点吗 筹备粮草 需要书机关记录在册 懂算术的书机关很少 所以会耽误时间 大国师果真是什么都不懂 幸亏大王没派你去 倒是忘了 古人的术实都不太好 黄将军 你的人算术不好 不代表我没有办法 大王 我带动粮草 只睡两日便可以动身 大王 他这是在吹牛 这种书机关 好了 你们都别吵了 就听大国师的 大国师 你看如何是好 如果你能做好 这大将军就由你来做了 我可不想去前线宋子 还是让黄飞虎去 大王 既然带兵之事 已经交给了黄将军 便让黄将军去便是 只是等我的办法出来后 黄将军 给我道个歉便 好 那就这么定了 朵立 两日之后 你若是半个道 我可不只是让你道歉这么简单 你还要跟我磕头赔罪 靠 你这老小子还都没在上里 看我到时候怎么发言 好 一言为定 周王宝库里的宝贝 可都是价值连长 如果带回去卖 不得卖一百个亿 都是好东西 也不枉我花费大力气 都咋了 都咋了 真不亏我带了 你这么多仙气回来 这次都亏了大博师 才帮我们打赢这场仗 既然这么喜欢这些宝物 那就都收着吧 全都给我 嗯 这不好啊 大博师是为了我清秋 胡祖才做的这些事情 宝物算什么 你喜欢都给你 我可不客气了 嗯 发达了发达了 回去把这些东西卖了 想半辈子就想清福了 哈哈 达吉 我真的太喜欢你了 嗯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打印这场战争 我们大商 必胜 大博师为了我 付出那么多心讯 达吉 应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你想怎么报答我 达吉 没什么好东西给你 只能与生相许 来 我这次回来 是为了把达吉带回去 我应该把这件事情的原委告诉他 达吉 如果有一天 我帮商朝打赢了战争 你会跟我回去吗 只要完成胡祖的使命 大博师去哪 我就去哪 达吉是真的喜欢我 可我如果是真的把他带回去 帮妹妹补足魂魄 达吉又会怎样 那再如果 我需要你帮我救一个人呢 别说救一个人 哪怕救十个一百个 只要大博师开走 我也愿意 阿姨 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其实我 博师 博师 不好了 怎么了 说什么事情了 云霄仙子伤情加重 御医都束手无策 大王请您过去 为云霄仙子医治 知道了 这就过去 大博师 您先过去 我不方便露面 先走吧 唉 留法术就是好 想去哪就去哪 搜一下就走了 算了 自己走过去吧 我呢 大王 云霄仙子的病症 我治不好 滚下去 一群废物 大博师到 快请 快请 大博师 你可来了 你看这云霄仙子 他一直这样 这帮用衣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看看如何是好啊 幸好我来之前 提前准备了药物 也许真能治一致 大王不必着急 请先让我看一看 你一定要尽力啊 现在我们这吹人手 你说他这一病倒 我们人手不够了 要周八屁 就想着压榨员工 大王不必着急 我会尽力一致的 好好 头这么烫 应该是发烧了 给他做个体温 我看不知道 云霄仙子原来这么有料 黄将军到 黄飞 你来干什么 黄将军 你怎么来了 大王 我听闻云霄仙子病重 特意抢来神医 问云霄仙子瞧病 可是现在 大国师在给他医治 咱们先看看 他怎么办吧 大王 他就是一个国师 根本不会看病 我看 还是让我请来的 神医出手吧 神医 他医术高超骂 小人见过大王 小人不才 医术仗客 银满王城 医治云霄仙子 自然是不在话下 还请大王让小人出手 赵丽 看不好病还不闪开 也耽误神医 给仙子嚼病 大国师 你看这 黄飞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我倒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神医是吧 来 本国师看看你的本事 神医 怎么样了 仙子这病症 好生奇怪 好生应该是得了寒症 身体发烫 火气重烧 想要治好 可能需要些时日 你需要时日 你需要多久啊 七日 不 也许需要半月 你时间这么长 罢了罢了罢了 能医治好也行 什么神医啊 一个小小的发烧 虽然要用半个月 只好 用你一个 你说什么 你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在质疑你 我是在说 你 就是 垃圾 你 周立 好大的口气 你的意思是 一日 能让云霄仙子 好起来吗 好了好了好了 别吵别吵了 先听您大国师 怎么做吧 大王 请让我给云霄仙子 一致 一日都不需要 一炷香的功夫 我就能让云霄仙子 醒过来 一炷香 你怕不是在吹牛吧 赵立 你可别说大话 是不是说大话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要不要 你给我打个赌啊 赌什么呀 我要跟 这个神医赌命 如果一炷香之内 我没有让云霄仙子 醒过来 我上断头台 可如果一炷香之内 我让云霄仙子醒了 我要斩了他 你敢吗 黄将军 这万万不可啊 好 将军 跟你赌了 好 这个赌约好 寡人要看看 你们的结果 那请大王 为这场赌约做个见证 赵立 你少说废话 你要医治 就赶紧出手 你要是治不了 别耽误神医 给仙子看病 大王 我治病 用的乃仙术 扛人不得在场 还请大王 让他们都退下去 好好好 我们都退下 走走走 高烧而已 给他打个退烧针不就行了 可是打针 需要打在屁股上 你少仙子 得罪了 我不是有意的 还是先把裤子给他穿上 一会儿他醒了 以免误会了 赵立 你在干什么 欣子 你居然玷污我的清白 我要杀了你 欣子 误会 误会都是误会 什么误会 我都看到了 你 欣子 我是在给你穿裤子 怎么了 你已经玷污过我 要杀了你 不不 现在 怎么越明越黑了 我是看你重伤 在给你治病 给我治病 是啊 我脱你的裤子 是为了给你打针 我先你感觉一下 你的发烧 应该已经好了 确实好了点 看来他说的是真的 谁让你治病这么不乖 你还要脱 这次就放你一马 如果再有下次 我定饶不了你 欣子 你的重伤 还没有全好 如果想要稳固病情的话 我们还得打针 什么 你还想继续 一日一次 一周七次 治不治 全都在你 如果你不想打针的话 那就不治了 我治 想要 敢不威胁我 还治不了你 有时候就会让你尝尝 我十八厘米的打针 我这样就 用我的命 去跟赵力打赌 这万一输了 我人头岂不是不保 你怕什么 仙子是被法术所反噬 这世间就没有一炷香 治好他的办法 那就是在吹牛 我 大国师 这么快 早啊 你看他一个人出来的 肯定是没治好 老李 该去断头台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治好啊 云霄仙子 请出来吧 真行吗 完了完了 我的人头岂不是不保了 黄将军 这场赌局 看起来好像是我赢了 那你带来的这位 神医先生 你看 大国师说的对 来人 把这用衣给姑拖出去砍了 大王饶命 大国师饶命 黄将军 救我呀 黄将军 谢过大王关系 我会尽快重返朝堂 好好好 黄将军啊 这场赌局 你好像彻底输了 有什么话想说吗 赵立 也太得意 哦 别忘了 明天你还要带人去记录粮草 这事若你办不到 那才是杀头的大罪啊 这个 就不了黄将军操心了 大王 明日午时 请您 去看我记录粮草 我明天肯定去 我要看大国师 大胆身容 都这个日头了 大国师怎么还不来 大王 我看赵立 就是没法子害怕了 所以才不敢来 黄将军不要乱说话 大国师一定会来 大国师到 大王 小人来迟 请大王见谅 赵立 你怎么一个人 你的书记官呢 哪里用得了什么书记官呢 有这些宫女姐姐在 随随便便 就能把记录粮草的事情都做好 你说什么 就他们呀 啊 赵立 你搞笑的吧 一群女人 连大字都不是一个 怎么当书记官 大国师 这记录粮草 可是很严谨的事 不是儿戏啊 大王 小人 并非是在胡言乱语 这些宫女姐姐手上 都有我给他们的仙气 随随便便 就能把这些粮草 给算明白 姐姐们 亮仙气 大王请看 此仙气 名为计算器 只要收入数字 便能得到答案 根本 用不着什么人力来算 这是何等宝物 姑从未见过 大王 大国师仙气众多 肯定不会说谎的 大王您看 这宝物这么厉害 快 给姑看看 好 好 华种取宠 朗力 你这个东西 靠不靠 事故才知道 就算它能算出数来 也没有说记官 算更快 黄将军如果不服的话 那要不我们就比一比 看看谁算的更快咯 比就比 怕你不成吗 来 还是吧 姐姐们 开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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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大国师我们已经算好了 大王请看 我们这边已经算完了 好 不知道黄将军那边 还要算到猴年马月哦 黄废虎 你那算好了吗 大王 您稍等 我去问问 你怎么回事 算这么慢 重新就北将军的脸吗 大将军 小人已经竭尽全力了 请您再等等 赶紧跟我算完 祝你 祝你救宗 你别得意的太早 算的快 不一定算的准 记录要准确才行 黄将军说的也对 我们结果要严谨 再等等 再等等 等等 我们这边肯定算的是最准确的 人脑还想跟机器 大蠢蛋一个 到底说吧 黄将军 大王 小人已经算完了 拿来 大王 好 给伍看看 大国师 这好厉害 都对啊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事实就摆在眼前 黄将军 你这次可是彻底的输了 怎么 还不服气 好 我输了 我认罚 杀药果 随你便 狼狗不是还要你 像战争 真要这 以我本来的意思 就该砍了你那颗狗 不过大王 眼下我大伤 正是用人之计 不如就让黄将军 戴罪立功 只要他肯跪下来 如果好好认错 我就 饶他一条行命 大国师 真是忠君爱国 姑甚是欣慰 黄将军 还不认错 请大国师 高抬贵手啊 好好好 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不与你这个小人 一般见识了 赵丽 只要让我找到机会 一定要弄死你 只要这么看 不出两日 我们就能直大西起 黄将军 快回去准备出兵吧 臣领命 哼 打完这一仗 大叔应该就能赢下这场战争了 我也能功成身退 再把己离开这时刻之地 大国师 你轻点人家疼 打着那又不疼的 忍着点 啊 好了 打完这一针 你就彻底好了 以后就不用再受罪了 大国师 这次多亏有你 如果没有你 我的这次伤病 恐怕难以扛过去 举手之劳 只要你以后 不要再想着杀我就行 那都是误会 以后不会了 那个 大国师 我有件事情 想要对你说 有什么事 你直接说就行 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按照我们师门祖训 我要驾驭你 大国师 请跟我双胸 什么 双胸 哇靠 一个苏打鸡还没搞定 又来了一个 我可不能惹麻烦了 不行不行 女小仙子 我只是单纯要救你的命 我没有贪图你身子的意思 大国师 这是我师门祖训 我不得不从 如果大国师不愿意的话 那我就只能以死明治 女小仙子 你别冲动 那大国师 你这是答应了 哪有这样的 逼我跟你双胸 那大国师既然答应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原来双胸是这种滋味 怪不得师父之前 一直催我找个双胸道理 你当神仙 还要被催婚啊 我师父早就催我成亲了 看来 无论在哪个时代 年轻人都会被催婚 真是太惨了 大国师 出事情了 大王宣传 您即刻前往异式大殿 又出事了 女小 我们去看他们 大国师怎么还不来 大王不要着急 大国师应该还在来的路上 姑能不着急吗 王后都被抓走了 赶紧去催催 国师到 大王不要着急 我来了 国师 你可来了 出大事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竟然让大王如此惶恐 一个鸟人飞进来 把王后抓走了 鸟人 哪里的妖精 竟敢如此大胆 在皇宫之中闹事 这个鸟人不是一般的妖精 他是西州的艺人 他不仅背声双翼 还会释放雷电 把后宫的侍卫全部电鱼 强行掳走了王后 会飞 还会放雷电 难不成是雷震子 如果真是雷震子的话 那可就难办了 他可是西州最厉害的神强 他还留下一封信 说 我要不退兵 他就不放王后 难道真要我让黄飞虎退兵回来吗 大王 如今黄飞虎将军 带兵直入西旗腹地 势如破竹 眼看马上就能取得胜利 不能这个时候退兵啊 姑也不想退兵啊 所以我才让国师来看看 有没有好办法呀 大王 办法 我倒确实有 但可能有点麻 尽管说 只要能把王后救出来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快说 好 请大王 给我一日时间 明日清晨 我就出发 营救王后娘娘 好 大国师 我给你派三千人骂 随你调选 好 我定然 有行 明哥大国师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可以出发了 好 出发 是 大国师 云霄 你怎么来了 我怕你一个人出事 所以跟过来看看 我要跟你一起去 也好 走吧 不必麻烦于霄仙子了 我跟大国师 一起去就好 苏打几 你不好好在宫里 当你的王妃 跑战场上去干什么 我可不是花瓶 真看不忠目 上次你昏迷 还是我带着大军 阻拦了西州大军 我可没说你是花瓶 你自己承认 少承口舌之力 等会战场上见人温戏 一个女人 就不让人头大了 两个女人在一起 真是一个头 两个大呀 行了行了 你们俩别吵了 我们也该出发了 我已经探测到 雷震子的小队 就在这附近 我已经让人去找了 当找到了雷震子的营地 我们直接齐席 打他们个措手不起 可是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在哪儿啊 没关系 我已经让更多人去找 一定会找到他 可是 这时间怕是来不及了 雷震子在信上说过 如果今日五十 就给他答复的话 他就会把江王后 绑到西齐去 非要我们就追不上他了 这可如何是好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你们看 有了这东西 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雷震子的营地 这是什么呀 自奈仙气 无人机 这东西时速高达五十公里 能够飞入百米高空 他能把下面的景色都记录下来 而我们只需要连接上手机 就能看到画面 大国师真是厉害 这仙气真是层层不穷啊 大国师的仙气可多了 你才见过几个 我 好了好了 你们俩都守抢了 去 找到了她们的劲儿 找到了她们的劲儿 是吗 我看看 现在找到了 原来她们藏在个山坳里 我们这才找不到 哎 画面怎么消失了 无人机被人打下来了 她们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不行 赶紧过去 要不他们跑了 你这个妖人 赶紧把我放了 放了你 好啊 那得看看昼王肯不肯退兵了 如果她们不退兵 我就把你抓回西齐 算了 也不会跟你去西齐的 你不过是个阶下球 去不去可由不得你 不过吧 你长得倒是挺漂亮 如果周王不肯退兵 我倒是可以考虑把你拿为小妾 哈哈 你这个妖人 大王一定会派人来救我的 我们大商国师 可是仙人 他一定会把你四十万段的 你说的那个什么大国师 就是赵丽那个妖人吧 他算什么仙人 不过就是会些小把戏而已 如果他要是真敢来 我就用雷电把它封成渣 雷将军 雷将军 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女儿 请你过目 这是什么奇怪玩意儿 糟了 难道是赵丽的仙气 坏了 他肯定是发现我们了 快 赶紧收拾东西 离开这里 大国师救我 闭嘴 这个铁皮怪兽就是赵丽的作技 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 还真有翅膀 鸟人 干嘛我是鸟人 我弄死你 你长的就是个鸟样子 还不让人说 咋的 不叫你鸟人叫你辨妹 长得吵就算了 但你不让人说 那就是你的错 赵丽 你居然敢侮辱我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走吧 就凭你们几个臭鱼赖虾 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吗 都给我死 大国师小心 风霉正法 这鸟人这么厉害 你能练法 毛羊就是还狠呢 大国师 你快走 我快跌倒不住了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下头 我来帮你 松磊 黑磊 你们见识一下 你先让大国神经的从 大国神牺牲 我心甘情愿 我回来了 这些人 大国神经的影响 你们不管 当然不会对象 你们不管 这去哪 对付家伙的 你俩 可以把法术收了 不行 我们如果受到法术 这些雷电会电到我们的 放心吧 有这三根长枪在上 他的雷电 伤不到我们 收了吧 哎 那个鸟人 接着放电 看来你们要放弃抵抗 准备受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把你们全都红成渣 雷来 有这三根长枪在 他的雷电根本就没有用 怎么回事 我的雷电法居然对你不起作用 你不知道金手具有导电性 我把这三根长枪掐入地下 它们就变成了避雷针 你的雷电 就会被导入大地之下 而大地具有阻电性 会阻止雷电扩散 当然就伤不到我们 什么乱七八糟的 听不懂 没文化 真可怕呀 小学题都听不懂 既然不会作题 你就尝尝我的厉害 雷电子 看好了 剩下完蛋咯 鸟人变烧鸟了 大国师 你这仙气可真厉害 就算是上仙来了 恐怕也抵挡不住 就是 天前就算是我师父 大概也抵挡不住 我不服 成王外寇 还废话什么 要死 赶紧死 我不服 大国师 真是仙人 太帅了 大国师更帅的时候 还有很多 你这么紧了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别吵了 这 叫王后怎么样 我靠 怎么躺尸了 不会死了吧 没事 王后只是昏倒了 那就好 那我们大家上车回王宫 丞相 不好了 请些传来消息 雷镇子将军一战死 这 什么 丞相 黄飞虎的大军 马上就要打到这里 我们根本抵挡不住 该如何是好 你别说话 我心脏病都快犯了 让我换一换 可是 黄飞虎的大军 离我们只有无力 我们只有引嘱箱的时间了 既然打不过 我们就走吧 退守陈堂关 是 幸好老夫前两日 策访了陈堂关总兵李靖 由李靖的大军 和他的玲珑宝塔赛 这最后一关 守得住 王后 你怎么样了 好些了吗 多谢大王关心 臣妾没事 只是有些心神不宁 大国师 王后为何心神不宁啊 王后娘娘 应该只是惊吓过度 休息两日便会痊愈 大王不必担心 那姑就放心了 大姑师 这次你不但救了王后 还杀了西齐那个鸟人 又是大公一剑 等黄飞虎打下西齐 姑要重重赏你 不光封你为义亲王 还要把西齐的领地送给你 赏我弟有什么用 我又带不回去 还不是两千宝物实在 多谢大王赏赐 这都是我该做的 大王 臣妾也乏了 好 那你好好休息 姑姑过几日再来看你 还请王后好生休养 臣也先告退了 大国师 请留步 王后还有何事 本宫想报答 你对我的恩情 这次你救了我的性命 就相当于我的再生父母 我也没什么好报答你的 我靠又来 王后不会也要以身相许吧 王后的娘 这万万不可 您不可以再以身相许 我的身体 怕是吃不消了 以身相许 大国师 为何要这样说 这要是让大王听见了 你我可都要受罚了 不是以身相许 您为何要脱衣服 谁说我要脱衣服了 我是想把这个宝物给你 这是我祖传的护身符 跟我好多年 它能够驱邪必灾 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够救你一命 希望你不要嫌弃 原来是这样 差点以为姜王后也喜欢上我了 王后娘娘 刚才是我失礼了 既然王后娘娘有此心意 那我便收下来 娘娘若没有其他事情 那我也先告退了 如果我不是王后 该多好 黄飞虎传来解报 已经达到了陈堂关 陈堂关可是我们大商的领地 黄飞虎肯定能轻松通过 随后就和大家西东王城 陈堂关 那不省得着他爹李静待的地方 报 大王 不好了 前天传来消息 黄飞虎将军失踪了 我靠 果真出事了 什么 黄飞虎在我们自己的领地上失踪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姑说清楚 说不清楚 果斩了你 大王 今天传来消息只说黄飞虎将军失踪 其他的属下也不知道 废物 滚出去 拉出去斩了 大王饶命 大王饶命 大王请息怒 大王 此事与他无关 就算杀了他 也没用了 大王 大国师说的有道理 您别生气 爱飞和大国师说的对 你先滚下去吧 谢大王 谢大国师 国师 你算一挂 看看黄飞虎在哪儿啊 我又不会算挂 我哪能知道 先会会他再说吧 大王稍等 容臣 推算一番 雪楼分金看禅山 一重禅神一重观 关门如有八重险 爱飞 她那是什么咒语啊 你能听懂吗 大国师可是与女娲娘娘和盘古大神一同修行的高人 用的推算之法肯定是高深莫测 臣妾修行尚浅听不太懂 怪不得大国师法力那么高 法琴那么多 真是厉害 一般推算之法都需要借助硅甲 大国师竟然能依靠手指推算 宪法真是高深 大王 我算出来了 在哪儿 快说快说 大王 黄飞虎将军命中由此结束 乃是受小人迫害 那小人 姓李 姓李 李靖 他叛变了 陈旁官就是李靖长官 我们杀了他小儿子哪吒 应该是他 不过 这一直是我们的概算 具体情况还是过去看看才行 大王 我们距离前唐官太远了 我的推算也只能推算到一部分 其他的我也不好说 好 那就麻烦大国师去一趟陈唐官 看看黄将军到底在哪 好 大王 我一定查清缘由 找到黄飞虎 大王 我愿意同前去 祝大国师一臂之力 大王 陈旁人员一同前去 助我大商取得胜利 好 我大商有你们相助 定然能赢下这场仗 那你们赶紧出发吧 我们距离陈唐官有三千多里路 除去马匹吃草 跟休息的时间 也得要七八日才能到 这样太慢了 不如这样 我先回师门 求师父的坐骑 青鸾神鸟回来 我们青鸾神鸟 我们最多只需两日便可到达 怎么了 可是你带青鸾神鸟回来 也得要三日 足比骑马要快吧 不用那么麻烦吧 我的车不用吃饭 不用睡觉 只需要一天就能到 走 上车 见过大国师 打紧娘娘 云霄仙子 昨日才传信回去 大国师今日就到了 真是神速啊 我们大军用了二十日才来到山长关 没想到大国师一日便到了 如果我没有大国师十分之一的呗 那早就打下习气了 好了好了 都别拍马屁了 跟我说说 黄飞虎将军失踪到底怎么回事 回大国师 当日大军到了陈塘关以后 黄飞虎将军被李静总兵邀请进城赋宴 第二日就传来消息 说黄飞虎将军失踪了 看来这事 跟李静还真脱不了关系 要想查清此事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进入李静府中 查查情况 李静可是陈塘关总兵 万一他想对付我们的话 那我们岂不是进去容易出来呢 别担心 我有办法 你们跟我走就是了 大人 门口来了三个艺人 说是带了艺朴 想要献给大人 哦 什么艺人 叫他们进来 是大人 各位里面请吧 你们从哪里来 叫什么名字 为大人的话 我们来自北域之海 是科学族 小人名叫爸爸 科学族 爸爸 好奇怪的名字 我真是只有一族人 才会取出来的名字 你们不是有什么宝物 要献给我的吗 是什么东西 拿上来看看 乖儿 爸爸就是你爹的意义 那么起义 是 大人 爸爸 这黑不溜秋的是什么东西 此物 名叫自热小火锅 是仙界的美食 我们听闻李大人 素来喜欢美食 于是我们从北海而来 献给李大人 自热小火锅 这东西 能吃 那是自然 不如我操作给大人看 大人 请看 此物 果然神奇啊 竟然不用生火 就能煮烧 仙界美食 自视不同凡响 还请大人品尝 你先吃一口 我先吃一口 此物绝对无毒 请大人您品尝 好 那 我来尝尝 嗯 好 不愧是仙界的美食 实在是太好吃了 你们还有吗 全都献上来 大人 这自热小火锅 我们自然是有的 不过我们献宝 可是有求于大人 你们有什么要求 说来听听 我们想在大人的府中 做个门客 求大人收留 原来 你们是想做我的门客 这不是什么大事 我可以答应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你们必须 每日为我献上 自热小火锅 没问题 大人放心 好 来人 安置好三位贵客 大博士 你刚才怎么不直接 询问黄将军的下落 李经他很警觉 我们如果直白询问 肯定会出问局 倒不如先潜伏在这里 慢慢打听黄飞虎的下落 那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仙人自有妙计 当着瞧便室 来 老弟 喝 好久 好久啊 老弟 好久啊 我跟你说 这可是我们地球先导 带来的正宗老白杆 谁就你想想 嘎嘎代替 无情哈拉哨 确实 确实哈拉哨 老弟 我向你打听个事呗 我听说前两天 有一个叫黄飞虎 将来府中赴宴 失踪了 怎么回事 这话你才问对人了 就因为我还真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我悄悄告诉你们啊 别我会转 你放心 我们肯定不熟 这黄飞虎啊 并不是师祖 而是被我家大人 拿宝塔给镇压了 我靠 果然是李静搞的 这黄飞虎跟李静大人 往日无怨无仇 李静大人镇压他 你又不知道 那黄飞虎是有我家大人 无怨无仇 这大商的国师赵丽 杀了我家三公子 李静大人早就想造反了 大人派人通知了西州城乡 江紫阳率大军前来 不出三日 这城外的大商军队 全都得死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得赶紧找到宝塔 救出黄飞虎 没着急 看我的 黄帝 你知道李静大人的宝塔 在哪里啊 我很想尽尽他 让张建设 知道 知道 我带你们去 哪呢 兄弟你看 桌上的就是宝塔 就这个 厉害吧 看着就神通广大 金碧辉煌的 张建设吧 真是张建设 你看看 谢了啊老弟 咱们俩兄弟 撤 三个小毛贼 杀我扎尔 盗我宝塔 我今日就要让你们死无造神之地 糟了 我们先走 我来挡住他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三日之后 你们就会化作血水 大国师 打金娘娘 云霄仙子 你们怎么也进来了 你说呢 还不说了救你 大国师原来是为了救我 说来惭愧 我之前还在朝堂上跟大国师斗气 大国师 是我错了 我向你认错 先别说这些了 赶紧想办法出去吧 你进的玲珑宝塔 我听说过 里面有禁止 只要打破禁止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这里的禁止过于厉害 我之前用尽了办法 也没能出去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你们都让开 我来试试 坏了 这禁止 竟然连火箭弹都打不够 我们真的出不去了 大国师都没有办法 看来我们要死在这里了 大吉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我头好冤 而且我的法力 好像也在消失 这个宝塔会吸收人的法力 如果我们不尽快想办法出去 都会死在这里 可我们都没办法破开这禁止 这可如何是好 你们先别着急 肯定有办法 再想想 我已经可能经历死过了 也许是宝塔困不住 可以回去想想办法 对了 我的宪塔 可以回到地球山岛 如果我能成功回去的话 我就能找到法器 叫你们出去 太好了 大公司 赶紧试试 大姐 云霄 你们等我回来 大公司你尽管去 我来照顾大姐妹 好 我惹不罗蜜 没事 真的回来了 宝塔果然困不住我 可是大姐和云霄他们出不来 还是在想办法打破宝塔的禁止 找文忠老哥 买火力更足的武器在行 喂 文忠老哥 我这有点要紧的事 你过来一下呗 诶 赵丽兄弟 什么机事啊 这不是又弄到什么好东西了 老哥 我不能麻烦事了 等你帮我买点东西 买什么东西 这么紧 比火箭炮更厉害的武器 火箭炮都满足不了你 你要干什么呀 哥 你就别问了 这是真的十万火急 三年真的必须弄完 帮我算了办法 要买更厉害的武器 那可不好办 老哥锦鱼士 只有他们能做到吗 赵丽兄弟 这样吧 你带我再来一趟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好 老哥那你等我 我马上到 云家 这不云瑶大小姐的家吗 文老哥 你怎么有领劲来了 你需要的东西啊 整个锦鱼士 只有云家才能办得到 跟云瑶小姐的关系 云家一定会答应她 好吧 那我们走 请问你们找谁 我们是大小姐的朋友 麻烦你通报一下 收到 云生大人 这两位收拾大小姐的朋友 特意上门来拜访 请 请 斗力 是你 我们家大小姐害得那么惨 还敢来我们云家 我看你是活腻了 说我害你们家大小姐 为什么这么 自从我们家大小姐 买了你的青铜剑 就被剑气所伤 现在重病再生 就无药可治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 你还敢狡辩 肯定是你 故意迫害我家大小姐 那天我就打死你 云生 住手 大小姐 您怎么出来了 云生 这件事跟赵先生没关系 放开它 是 云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都怪我修炼太心急了 修炼出了问题 跟你没有关系 这是江王后送给我的护身符 为什么会忽然发光 这是 护身符 太好了 有了这个东西 我的伤就能全运动 原来这东西叫护身符 赵先生 你何够把这东西卖给我 价钱你尽管出 既然这东西 能解云小姐的病症 此时也因我而起 这护身符 便赠予云小姐 那 多谢赵先生 太好了 多亏了赵先生的护身符 我才能逃过一起 云生 还不赶紧给人道歉 赵先生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尽量 没事 我跟你不是一样的人 不是什么小符记成的人 云小姐 我这次前来 其实有事相求 我知道赵先生为何而来 你们都先下去 我跟赵先生干脆 他怎么知道我来干什么 难道他还会占卜之术 云小姐 你既然知道 那就说说看 赵先生 是准备让我帮忙购买重火力 回大商去救人 你怎么知道 我非但知道你要去救人 还知道你要救的人 是苏打紧的银箱子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我是谁 等你救活苏美美以后 你自然会知道 对 你要的东西 明日就能送他 我还有事 就不送了 这个云瑶到底什么来历 怎么什么都知道 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拿到东西 回去救人要紧 赵先生 云小姐 这个给你 这 这是什么 你会用上的 我不行了 我又撑不住了 黄将军 再坚持一下 大国师就快回来了 我恐怕等不到 大国师回来吃饭了 算了 一定要让大国师 为我报仇 黄将军 云小姐 我也快坚持不住了 打紧妹妹 你坚持住 大国师马上就回来了 大国师 你终于回来了 黄将军 他已经化作了一滩血水 打紧妹妹 他也要坚持不住了 什么 王分口居然死 他奶奶的理性 老子封锁你的碰塔 大国师 这是什么仙气 妹妹竟然如此厉害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有了这个仙气 我们一定能出去 请我开 大人 江子牙已经带大军赶到了 商朝军队被杀得亏不成军 大商的主帅 已经被我收入塔中 化成了血水 现在他们是群龙舞手 看一期 同志江子牙 只要他拿下大商军队 我们就立刻出兵 反攻 大商王城 是 什么回事 你的宝塔 周厉 你怎么出来的 我的宝塔上古仙气 你怎么可能破得开 什么仙气 都敌铺老子的大炮 李静 受死吧 不要 等等 我还不想死 大国师放我一马吧 给老子死 李静已死 我们不想死的 就将功赎罪 跟着我反攻西州 我们愿意跟大国阵上去杀地 好 补充 这场仗 我们一定能打赢 江丞相 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 文王您又赞了 都是您 领兵有方 等我们打下打上王城 文王 赐你快封地 谢文王 封赏 报 大王 不好了 赵地带着一群士兵杀过来了 什么 他不是被李静 那个宝塔 给镇压了吗 我听说 李总兵也战死了 我们根本没法抵挡 大王 丞相 你们还是赶快走吧 这 这可怎么办 江丞相 快想想办法 区区一个赵丽 阻挡不了我们的大忌 文王莫慌 我早就请来了 神器 风神宝 绝对能制服他 那可真是太好了 江丞相 快去降服那妖人 文王且看 我如何制服这妖人 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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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太平准 你已经被我包围了 赶紧投降 降降不上 你们刀人照例 又要上方 看我江丞相 来收服你 江丞相 要是才敢出来 我看你是来就死的吧 妖人照例 不要成恐蛇之力 今天就是你的死器 我好运怎么回事 不可 江丞相 手中是最强先行 风神宝 妖人照例 但风神宝面前 就是再大的本事 也用不出来 怪怪当死吧 这样子根本动不了 如果能动的话 一炮都能给这江丞相 风成渣子 怎么办 我们谁能 不愿这样讲一会儿 我去托我妖剑的枪 一枪就能闭得他 快 快 被收入风神宝的人 永生永世 不得超生 这两个女人 再 顾不来啦 江丞相 我弄死你 大戏 你傻的 怎么能这么傻 大国师 我们抓到了 叛队鸡昌 请您发落 不要杀我 我投降 我投降 鸡昌 怎么已经是如此 贪生怕死之辈 你知道为了你的一己私欲 死了多少百姓吗 是我贪生怕死 是我为了成王的私欲 欺凭谋反 大国师 求求您放过我 压下去 办事回朝 勾赢大国师 凯申归来 快随姑 去迎接大国师 见过大王 会会前进 大国师 此次你拿下了西齐 请拿了几仓 是我大商的英雄 不决定 为你百姻 庆祝时日 大王 这都是臣该做的 臣答应过打击你 我一定会帮你 打击这样战争 只可惜 打击妹妹和元香仙子 都战死沙场 战争哪有不死人的 你不必自责 姑不会怪你的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姑好好赏你 大王 臣不想要任何封赏 只求大王招告天下 在天下间 寻找能打开 封神榜的能人意识 臣 只想救出 打击娘娘 和元香仙子 好 不准了 谢大王 打击 元香 你们放心 我就算穷尽此生 也会找到 救出你们的办法 大国师 怎么样 找到打开 封神榜的办法了吗 大国师 这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如果真的有办法 早就有消息了 你就不要再伤心了 小人前来 是要通知您 大王请您去赴宴 你告诉大王 我不去了 是 打击 元香 既然大商没有办法 那我就会现在成 拨惹波罗蜜 拨惹波罗蜜 你被消失心了 再有我的大商 赵丽 你终于回来了 林小姐 我怎么会在你家 我在等你啊 大国师 你叫我什么 你到底是谁 现在还不是说 这些的时候 风声榜呢 跟我走 去哪儿 当然是去医院 救苏美美啊 走 赵丽 你终于回来了 你这一走 就是三个多月 音信全无 我还以为 你出什么事情了 怎么样 找到就行 美美的办法了吗 办法 有倒是有 但我不确定能不能醒 还请苏老爷子 先去门外等候一下 好 我这就出去 来 美美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大国师 五千年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怎么也叫我大国师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脑袋里 多了很多奇怪的记忆 云霄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是这样的 我是云霄的转世 美美 是打紧妹妹的转世 我们被封印在 风声榜以后 我花了五千年的时间 才逃出来 可打紧妹妹身子太虚弱 才留了魂魄在 风声榜里 是云霄 美美是打紧 那我穿越的事情 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被封印在 风声榜以后 打紧妹妹 残留了魂魄在 风声榜里 没办法跑出来 于是我便设下阵法 让你穿越到商场 拿回风声榜 原来是这样 云霄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天机不可泄露吗 原来如此 谁呀 从现在打电话 人装 喂 调利兄弟 好消息 好消息呀 你带回来的古董 都拍卖出去了 给你赚了一百三十亿呀 是吗 那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文章老哥 多谢了啊 一百三十个亿 一百三十个亿 我们现在有钱了 就开始环游世界 我们出发 走 走